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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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严重 那么内政部调查统计去年9月到现在 工业区的土地占幅4.17% 高于住宅区的3.87%及商业区的3.53% 那我想请教一下经济部在这一方面 面对这样子的现象 你们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手段 你除了道德劝说之外 你还有什么 谢谢丁委员 因为央行是说道德劝说 要落实这个银行受信的风险管控 公业区的土地炒作歪风 央行都看不下去 那你们经济部是主管机关呢 你工业区在这方面 你做了什么事情呢 谢谢丁委员 那么确实是如此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到 虽然外销订单有增加 但是 这个就不要讲了 我问你 我直接具体就我的这个问题答复 面对工业区的土地炒作 你们经济部拿出什么具体的做法来 目前工业区的优惠 对于工业区土地的问题 我们是现在做法是006688的租金的优惠措施 现在人家就在利用你这个租金优惠措施吗 在那买土地又可以减税 把前面这个已经付的租金都可以用 然后现在又扣这边不盖工厂 在这边炒作土地 现在问你 现在说已经炒作工业区土地炒作的问题 比店家的调账还严重 那你有什么政策工具可以运用呢 你工业区 这样子啊 我们首先在 你怎么样遏止这种歪风嘛 这个厂商如果说在成租之后 一年六个月内 它必须要取得建筑执照 而且三年内要取得使用执照 否则经济部工业区可以主动终止 跟它的租烟来收回土地 另外就新开发的产业延期土地的出售之后 如果两年之内没有完成使用 将延价购回土地 并且没收按总成购价额10%所缴付的保证金 所以我用这样的目的就是希望它 你们有严格执行吗 你们有严格执行吗 有 很多就是申请一个申请表 延长 你们就照样延长了嘛 也没有去查它这个土地上 有没有盖工厂嘛 跟丁委员报告 那我们确实有严格执行 而且会在前面清查 而且会查到就会执行 好不好我们希望你加强加一把劲 既然你说扫除国内投资障碍 这已经是个严重的障碍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把它扫除 另外想请教一下 我们看到全台湾现在有六万四千 六万八千不等 说法不一样 说这种非法的工厂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工厂这个 辅导管理法里面 我们也这个管理辅导法里面 我们有给他们一定的 这个所谓的缓冲期嘛 辅导期嘛 可是问题是有些 根本就完全没有在进行有相关 那你们辅导的一些季节作为 对于污染的这个防治啊 对于这个废弃物的这个排放啊 对于这些东西 好 这么少要来 今天再来 这么多的词 出击的 这个 咱们 有多様的 相当依的 有多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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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